天空降下雨水 爱在观概 小花给吹这爱 盛放色彩 当失脚如困苦 你应许没变改 灵爱深深感应到 神大爱心降似海 感恩你在每下 此下好爱 供给所需一切 令我深刻彩 祝福我在这心 信心不会变改 坏着天卑心灵赞众你爱 神是我这心供应者 祝福满满倾斜 跟拥抱我到过汗野 神是我这心供应者 因光照我方野 去多就作 靠着你可改舍 神应去玛那江再抗野 神应去玛那江再抗野 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是 天国门徒的品德 第十七讲 请听我读一段经文 这个经文就是 初一及记第二十四章 第一到十八节 耀华对摩西说 你和阿伦 拿达 阿比胡 比以色列 长老中的七十人 都要想到我这女来 远远地下拜 为到你可以亲近耀华 他们却不可亲近 百姓不可和你一同上来 摩世下山 将耀华的命令 典章都熟说 与百姓听 众百姓齐声说 耀华所吩咐的 我们迫遵行 摩世将耀华的命令 都写上 清早起来 在三下逐一作坛 按以色列十二支牌 立十二斤柱子 由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 去献凡祭 又向耀华献牛为平安祭 摩世将血一半 胜在盆中 一半耍在坛上 又将药书念及百姓听 他们说 耀华所吩咐的 我们都必进行 摩世将血 灑在百姓身上说 你看 这是纳约的血 至耀华按这一切话 与你们纳约的评据 第九节 摩世 阿伦 阿伦 阿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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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以色列长老中的七十人 都上了山 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 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南宝石 又同天色名正 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身上 他们观看神 他们又吃又喝 耀华对摩世说 你上山度我者女来 住在者女 我要将石板 被我所写的律法和计命切给你 使你可以教训百姓 摩世和他的帮手 欲书也起来 上了神的山 摩世对长老说 你们在者女等着 等到我们再回来 有阿伦 互已与你们同在 凡有增重的 都可以就近他们去 摩世上山 有运彩把山遮蓋 而是说荣耀停于西里山 运彩遮蓋山六天 第七天 他从云中召摩世 而是说荣耀在山顶上 在以色列人眼前 形状如烈火 摩世进入云中上山 在山上四十就夜 请大家一起低头我们做个祈祷 参加恩主求你在这个时候 借着圣灵在网上 与我们同在 借着主的话语 鼓励我们激励我们 让我们更加认识主爱主 感谢祈祷在风靠主耶稣基督圣明 阿门 好了 那我们要继续看 门徒的品德 就是你们是世上的炎 世上的光 那说到光呢 那一定要讲一讲 在旧狱里面 耀华的荣光了 那今天我们要讲的 就是耀华的荣光 向以色列的领袖显业 那我们看看一个问题 人能不能活着见到神的面呢 如果我们根据 《采集记》三十三章二十节的记载 你不能看见我的面 因为人见我的面 不能全活 人不能见到上帝的面 那说到荣光 现在就向以色列的领袖显现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他们还可以活吗 是吧 我们下面有一个表 给大家做参考 我们看这个表说到 《神如何不能为人所认知》 右边这边就是 《神如何能为人所认知》 上帝有些地方 我们是没有办法知道的 看都看不见的 但上帝也容许 他提示他自己的一部分 有我们人可以看到 可以认识 那譬如 完全的 我们没有可能完全认识神 或者看见神 但是 上帝可以用一部分 他的真理 他自己的东西 或者他的光 是让我们看到的 直接的 我们不可以直接看见上帝 看了就死了 所以必须要间接的 好像月光 我们可以用眼直接看月光 但是你不可以用肉眼直接看日光 你看日光 你的眼睛就会瞎了 所以 月光是反射 你看月光 所以我们可以用眼看 是间接的 你看月光 不会眼盲的 你看月光 神他自己 他自己 我们不可能认识到 神自己是怎样的 因为他傲秘 永远你不可以认识上帝自己的 但是 借着他所做的 这个大自然 天地万有 我们所见到的 那我们可以认识一点 神的本质 实体 神的实体 我们看不到的 所以我们所见到 都是神所行出来的效果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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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质 本质 我们不可能可以知道 和见到 但是 发出来的光 发出来的像 我们又可以知道 就像现在我们在网上 大家都要在不同的地方 来收看 这样就不能够 去到实体 看到我 现在这个时候 我们会见到 真人 真人不露相 看到真人了 在影像上的时候 的确有些人是 不能够有 不方便 可以见到实体的时候 我们会见到 就是间接的 是一个光 是一个媒体 神一灵 我们是不能够认识的 不能够知道的 所以圣灵是奥秘来的 神的灵很奇妙的 神的灵 神的能力 神的智慧 知识 全部都藏在 圣灵里面的 神的灵 我们没办法能够参透的 圣经都说 你不能够参透圣灵的 但是呢 神借着道成肉身 借着耶稣基督 这样就将神的形象 将神的事情 将神的奥秘 这样就显明 一部分 给我们知道 所以我们看到 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八节 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 这是真理 但是呢 神的独生子 耶稣基督 就将他提示出来了 所以耶稣说 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 所以这个表 就是根据这个圣经难题 经文诠释 搜查的一个资料 给大家参考 好了 我们再看 刚才的经文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和阿伦 拿达 阿比乎 被以色列长老中的七十人 都要想到我这女来 远远地下拜 为了你可以亲近 遥华 他们却不可亲近 百姓也不可和你一同上来 那我们看到 神的光度 因为不同的对象 是会有强弱不同的 下面我给大家看一个表 就是神的光 对于摩西是可以亲近的 对于长老 就是遥远观看 对于神的百姓 就更远了 要在三下 才可以见到神的荣光 所以在旧狱里面 我们看到 摩西是最亲近神的 长老就是远远观看 百姓在山下 只要长老上山 和摩西上山 但是不可以亲近神 要远远下拜 但是摩西可以再亲近神 但是百姓 就不可以亲近的 百姓就要在山下 远远望见 望见什么 望见耶和华的荣光 相对于新弱来说 摩西就对于耶稣 就是中宝 神和人之间的中宝 只有耶稣可以亲近神 我们都是罪人 所以我们要着着耶稣基督 为我们代属 做我们的中宝 就像摩西那样 他去到神那里 去领取这个律法 颁布这个十戒 那耶稣就去到神那里 为我们代属 做我们的中宝 那长老上山 远远下拜 远远观看 就是仕途了 耶稣的门徒 耶稣的门徒 十二个都不是全部 看到耶稣的 这个灯山变象 耶稣都是选了什么呢 比德雅各若翰 三个 对不对 所以耶稣都选门徒 这些门徒后来就成为仕途 犹大上吊死了 上帝就选了保罗来代替他 保罗也是仕途 来建立教会 所以这些仕途 他们是教会的根基 他们上山很接近神的 但是他们都是 远远观看 他不会代替耶稣基督的 是吧 只要耶稣基督是 是我们的中宝 那我们呢 只可以好像 百姓一样 看到药环的荣光 是吧 就是这个百姓 就好像信徒了 所有信徒 我们呢 看到 上帝的荣光 仕途呢 就进一步 就亲近神 和他上山 那我们呢 都是呢 向着这个目标追求 大家呢 成为满徒 成为呢 神所使用的 神所 祝福的 满徒 好了 那我们看到呢 有几点要和大家分享了 第一呢 就是 神在山下 向百姓颁布律法 而在山上呢 向领袖显然 所以我们要追求呢 学习呢 成为呢 神的领袖 神所使用的领袖 他们看的以色列的神 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 如同天色明正 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身上 他们观看神 看到 山下和山上很不同的 在山上呢 就可以看到 上帝的 荣耀 有颜色的 所以我们看到呢 属灵的生命呢 我们的追求呢 又上山了 又由这个 三下的百姓 成为山上的领袖 三下的百姓 看不到山上的领袖 所看到的东西的 他属灵的 灵命的 那个的深度啊 只能够在山下呢 远远的看着 看着上帝的荣光 但是这帮的长老呢 他被拣选 有代表 他们呢 就能够进一步上山 即是说呢 他的位置 更加呢 是升高了 和神的距离呢 又近些了 那这个呢 这个呢 是 象征着我们属灵的生命呢 又由山下呢 去到山上 所以耶稣 整天都登山的 整天都带门徒上山的 是吧 所以登山的部分 百福都在山上颁布的 是吧 所以我们呢 是要呢 追求呢 是上山 我们呢 是要向上 要呢 追求了 亲近神 所以你越上山 你的位置越高 你属灵的生命 深度 越深 你呢 和神的距离就越近 那你看到的东西呢 就越多了 第二呢 就是呢 属灵的生命的追求 要从百姓的聆听 成为长老的看见 那不单单呢 是要上山 成为领袖 那三下成为百姓 但是呢 你要呢 追求呢 让他上山 成为呢 神所拣选的人 神所使用的人 那一上山呢 我们看到呢 长老呢 不单单是听见 神的律法 神的戒命 他们是看见 看见什么呢 看见神的意着 所以我们灵命的追求呢 不可以停留 只是听道 是吧 在山下的百姓呢 就是聆听了 听神的道 听神的计命 听神的律法 要听话 信徒呢 是要听道的 是要听话的 但是我们灵命的追求呢 不可以只是停留在 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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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我们很多时候 都说 不要单单听道 还要行道 但是为什么我们信徒 行不到道呢 行不到出来呢 因为他灵命没有追求 灵命不够信心 那么 如果你追求爱主 灵命尽心的话 你越接近神的话 你就越有行道的动力 如果只是听道的话呢 我们听到头脑大大的了 那就是 就是 行不到 就是要减肥 太肥了 听到很多了 吃了很多了 没有运动了 不会动的 所以 听很多的道 是好 但是怎么才能够行道出来呢 你要追求灵命的尽心 不是只是听道的 你要看见神的议仗 你要追求灵命的尽心 你要上山 上山的经历是什么呢 是看见 所以这帮长老 上山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看见上帝的荣耀 看见什么呢 看见神的议仗 所以你看看 他们看见耶稣的神 他们观看神 各位弟姐妹 你信住有多少年 你有听到多少个道 你记得多少个道 可能我都记不到了 是不是 我自己说到的 很多时候 你问我 某年某月某日 在哪里说那篇道 我未必记得出来 何怕我们慢慢失忆了 老人痴呆 很多东西都不记得了 但是你不记得了神的道 神的道 不等于你不爱主 不爱神的 不等于你不能行道 不等于你没有这个动力去 去侍奉神的 是不是 我们的记忆不太好 不可以成为我们不侍奉神的借口 没有 一个爱主的爱神的人 年纪越大 他越要为神作功 施奉神 行道 关键在哪里呢 就是你灵命追求的方向 我们属灵生命的追求 我们听到 但是呢 你有没有看到神的意仗 你有没有看见以色列的神 你有没有观看神 那你说 哇 哇 異仗 真是有意 又吹仗 真是 我不明白什么叫異仗 牧师 你可以说得简单一点 这个異仗很深奥 很难明白 看神 看神 怎可能 圣经不是说 神是不可以用眼去焗汗的 活着不可以看到 看了就死了 我刚才已经解释了 我们不可能是看到上帝自己的 是吧 我们是间接的 我们看部分的 只要长老呢 才在山上 他们可以观看神 他们看见神 百姓看不到 所以我在这里要说的是 你属灵生命的追求 你要成为山上的长老去做什么 是看上帝 去追求去见神 那见什么呢 你明知道了 见不到神的真体 但是我见少少也好 就是我要知道上帝 我要认识上帝 我要看见上帝的 小小的光也好 那小小的光 可以让你让生命产生动力 影响你一生 影响你命运 那小小的光 小小的异象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 经常有些基督徒 就将针言的说话 背出来 没有异象 文就放置 那他就说 你没有神的异象 所以乱来 乱做事 但是呢 你明不明白 什么叫异象呢 看见什么 才叫异象 神的异象是什么 下面呢 我就很快就用七点 即是 港道里面还有道 道中有道 有小七点 很快就用一篇道 那我现在已经说了 道里面又有一篇 可以再说了 很快就让大家分享 第一 罗亚汉建成的彩虹 对于罗亚来说 彩虹就是他的异象 上帝和罗亚所纳的异 就是彩虹之异 落完雨之后 见到有彩虹出现 他就记得上帝和他说的说话 因为呢 在罗亚之前 没有雨水的 没有落雨的 没有彩虹的 是洪水之后 落雨了 然后呢 上帝呢 这个雨后 产生的彩虹 让罗亚看见彩虹 就记起上帝的药 彩虹之异 所以对于罗亚的一生来说 这个彩虹呢 就是他的异象来的 就非常重要了 所以不是说 你起完方舟 你自成就做完的了 不是的 每一次彩虹出现的时候 他都要将这个彩虹之异 再一次说给他的儿女听 药呢 所有的生物都要跟上帝 立药 立这个彩虹的生命之异 第二 亚伯拉看见什么 看见神的星空 上帝叫他看星 问他 你数不数得到过来呢 亚伯拉是数不到 那上帝就应许他 你的子孙 要像天上的星那样多 所以对于亚伯拉来说 天上的星 就是代表他要生养更多 他的后代好像天上的星那样 这个星就是他的异象 他已经下来的了 第三 到了第三代了 亚伯拉喊撒以撒以撒生雅各 雅各呢 看见什么 他在路边 睡觉的时候 发梦 他在异梦当中 看到异象 他梦到什么 梦到神的天梯 有个梯是通天的 通天的梯 然后呢 神的侍者想他下来的 所以他成为了 雅各一生的异象 他看到了 哇 原来呢 神与他同在 神与他纳约 所以他呢 是很有信心呢 是呢 是追求神的 认识神的 所以雅各的一生 和他所看到的这个天梯的异象呢 是息息相关的 那便躲到弱室了 那 雅各的儿子弱室是怎样的 他又是呢 发个异梦 是吧 他梦到呢 那些和管 和管向他下拜 又梦到怎样的 就是月亮太阳 太阳月亮 和这个十一个星 都向他下拜 是吧 他梦到这一个 哇 是异象来的 是否改变他一生的命运 他一生呢 就是因为这个异象 他成为宰相的 那当然也是因为这个梦呢 引起他哥哥的妒忌呢 就将他怎么卖 就陷害他 卖到埃及的嘛 那所以我们看到呢 他 被卖到埃及 都是因为他的异象 他的异梦 而呢 他在 坐牢的时候 都不会忘记 他的异梦 这个异象 让他有信心 有勇气 他继续呢 支持下去 终于成功成为宰相 那摩西呢 见到什么呢 见到神的荆棘 在火里面烧 都烧不坏 他说 我要去看这个 这么大的异象 那 第三章 是用这个异象来形容的 那摩西说 我见到异象 见到山上的异象 什么异象 他说 神在火里面烧不坏 不要烧毁 然后呢 神就在荆棘里面呼叫他 摩西 摩西 是吧 所以他看到 摩西一生的异象 都是因着这个荆棘的呼召 荆棘的异象 他不要违背这个异象 但以色列人呢 在火里面烧不坏 但是上帝的火 保守他们 让他们不会烧毁 这个呢 就是摩西的异象 欲书下看见什么呢 欲书下看见什么呢 欲书下帝以色列呢 是要过弹河 是要去打仗的 要打赢你哥城 千年古城 但是他见到什么异象 见到神的元帅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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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要去打仗的 他就问了你是谁 他说我是 因为他说是元帅 所以欲书下 他一生的异象就是 神是他的元帅 虽然他是要大意识来打仗 打仗是很可怕的嘛 不知道输赢的 但是他知道 神与他同在 神与他同行 神是他的元帅 他一定要去打圣仗 这就是他一生的异象 大卫了 你说大卫看到什么呢 大卫看到什么异象 大卫最重要是一生看到什么 看到神给他看到的圣殿 我给他的经文 大家特别留意 历代字上二十八章十九节 大卫要为神起圣殿 那些蓝图 大卫和所路门说 是神亲自画给他的 神画给他的 是神画给他的 是神画给他看的 所以 大卫是看到神的异象 什么异象 什么异象 圣殿的异象 看到神的异象 是怎么起出来的 那个蓝图 那个样式 所以按照这个样式 他把这个图 保留下来 就是给他的儿子 所路门的 所以他是东径西土 打仗 到处是预备材料 一生 就是为了要建这个圣殿 而做准备的 就是因为这个异象 改变他一生 所以 各位弟兄姐妹 灵命追求的深度 不是只是听道 这么简单 你属灵生命的 这个程度 层次 一路进升的时候 你要不断追求 要看神给你看的异象 以后 就活在这个异象当中 让上帝给你的目标 生命的异象 可以实现出来 第二 神在山下与百姓纳约 而在山上与领袖同参 我们看到 百姓在下面 山下 要什么 是要 牵制 长老和摩西在山上 吃东西 又吃又喝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属灵生命的追求 要从律法的牵制 成为恩典的享受 有些弟兄姐妹很努力读圣经 但读一下读一下就变成死读圣经 死守圣经的字句 然后侍奉 就像祭司献祭那样 那么 时不时 就用圣经的 律法来指责人 你这样做不对 因为圣经这么说 你这样不对 圣经这么说 那慢慢变成什么 变成现代的法力赛人 我们看到 教会有这样的信徒 很律法主义的 很执着这个规矩 这些字句 很难怪他们 因为呢 他们的属灵命 生命的追求 只是一个律法的牵制 这个程度 就好像小学生 就要守规矩 对不对 要这样 那样 好像 学校那样 老师说的 你要照着去做的 但是读大学 就不同了 大学不再是 好像小学生那样 哇 所有规条 都写给你 然后呢 你照着去做的了 你大学怎样 你自发的了 自己做研究的了 是吗 和教授是怎样 是讨论的了 不再好像老师的权威性的 是说给你听 你就是守啦 你不要拗啦 不要问问题啦 在大学里面呢 是 可以和教授 可以讨论的 是吧 可以是有很多的 发挥的 很多的发现的 很多的创作的 所以呢 我们灵命追求的目标呢 要上山 上了山之后呢 要怎样呢 脱离这个山下的 律法的牵制 而走入了恩典的享受 好像圣餐那样 圣餐和这个 与字的晚餐 差很远的 与字的晚餐 有很多条例的 你要做这个 做这个 做很多 而且吃很久的 又唱诗 又做这个 要背圣经 你可以去参加犹太人的 与字的晚餐 哇 真的 几个小时 是不是呢 很多地方 你不会做漏 做漏 就不会对的了 哇 那些人很害怕 我呢 律法呢 不要守对 就得罪上帝 上帝不喜欢我了 但是圣餐呢 很简单 有一个杯 是吧 有饼 有杯 很容易 就 人人都可以领到圣餐了 所以就给到外邦人 就可以借着圣餐了 与耶稣基督立这个新药 所以 新药的圣餐 是一个什么呢 恩典的享受 我们不是 带着很恐惧的心 去到神的面前 是什么呢 很快乐来到上帝面前 来享受神的恩典的 所以恩典的享受 和 律法主义 是完全不同的 这就是属灵生命的程度 所以圣经说 又打发以色列人 的少年人去献犯祭 又向耶华献牛为平安祭 这个就是犹太人 以色列人在山下 要献祭 第二呢 属灵生命的追购 要从纳约的礼仪 成为了团契的沟通 那献祭 是一个纳约 摩西族要将血 灑在八成的身上 灑在坛上 是吧 所以我们看到 这里有一个 童祭坛 但是呢 无论是摩西的回眸 或者是所罗门的圣殿 我们看到呢 牵祭 是这个 圣所的外面 是殿外的 是殿外的 殿外的祭坛 因此我们属灵生命的追求 要怎样 要进入圣所里面 入到圣殿里面 是殿里面的什么 陈切 所以 长老在山上 又吃又学 和摩西一起欢乐 吃东西 这个就是 圣所里面的 祭司 是要预备的 这个陈切饼 还有陈切饼 桌子 这个是什么 在圣所里面的 所以灵命追求的成长 不只是个人听道 你需要什么呢 需要和教会的信徒 有团契的相交 和人制有过往的 和基督徒之间 有交流的 有团契生活的 所以我们看到有些基督徒 他们呢 只是听道 回来崇拜 然后不会参加团契 不会参加小组 你不要怪他们 因为大家灵命的程度 不同的 我们需要追求 由这个 圣殿外面的 宪制 要进入到 圣所里面的 陈切饼 陈切饼的桌子 我们可以分享 可以交通 可以团契 所以这个是我们 淑灵生命的深度 程度 慢慢一步步追求 我们进入到 圣所里面去 我们进入到 教会当中 和顶姊妹 有深入的交往 分享 溝通 团契 所以 这个就是一个 团契的交流 第三 就是 实在三下 要百姓敬畏 而在山上 与领袖同乐 大家看到 摩西的 律法 在山上 山上 颁布 百姓 在山下 就是带着这个 敬畏的心 非常害怕 对神是很畏惧的 但是在山上 长老和摩西 又吃又喝 观看上帝 是很快乐的 所以我们在说 索灵生命的追寇 要从 对神的敬畏 而成为 与神为乐 我们敬拜神 当然有一个敬虔 敬畏的心 好像百姓 来到神的面前一样 但我们不可以 永远在神面前 带着一个懼怕的心 是吧 我们是要怎么样 是要爱上 但要快乐 就好像一对男女 结婚 在婚礼上 大家很隆重 很严肃 是吧 在一个敬畏的心 大家结婚 签约 纳约 但是呢 结婚之后怎么样 哇 他们怎么样 享受这个婚姻的快乐 是吧 一起生活 所以以神为乐 所以我们呢 不可以只停留在 一个敬畏 一个敬拜的层次 我们要怎么样 要进深一步 上山 灵命追求 要以神为乐 所以诺文书十四章十七章 因为神这个不在乎 只在乎什么 公义和平 并圣灵中的喜乐 在山上不在乎吃汗 在乎什么呢 他们团契沟通当中 一路观看上帝 一路快乐 与神同乐 与神一起享受 一起的欢乐 所以在至上 二十九章二十到二十一节 戴威对全会葬说 你们应当清众耶华 你们的神 于是会众清众耶华 他们列祖的神 低头拜耶华与王 此日地日 他们向耶华 献平安祭和凡祭 就是献公牛一千祭 公明羊一千祭 羊羹一千祭 并同献殿祭 又为以色列众人献许多祭 最重要是什么呢 哪日他们在夜华面前吃喝大大欢乐 在上帝面前是欢乐的 所以在上帝面前最差最大的目的是快乐 以神为乐 以神为乐 与神为乐 恩神为乐 因为神的缘故我们很快乐 这个就是我们灵命追求 是要尽心到 起落成为我们生命的目标 谁敢说 你快不快乐 你有什么喜乐的心 无论环境如何 周围发生什么事 第二我们对神的追求 永远都是充满喜乐 上上喜乐 第二就是 淑宁生命的追求 要从神的烈火 成为神的宝石 我们看到 山上和山下很不同 在三下 以色列人说 荣耀在山顶上 在以色列人眼前 形状如烈火 摩西晋亚 魂钟上山 在山上 四十就夜 以色列人在山下 看着上帝的荣光 形状如烈火 他们灵命的程度 他们对上帝的认识 上帝就是烈火 好像《生命记》四章二十四节 因为耶华你的神 乃是烈火 是基邪的神 是很敬畏 哇 有什么呢 因为不小心被他的火烧死 所以 他对神的一个认识 对神的敬拜 是一个的敬畏 以及基邪的神 是烈火 是吧 他见到神的荣光 发出来 是烈火 但是 我们熟灵生命的追求 如果像长老那样 上了山之后 他们是看见的 以色列的神是什么 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藍宝石 如同天色明正 颜色代表温度 你看看 蓝色的感觉 是冷的 是吧 涼的 好像水 蓝色的天空 哇 很涼的 但是火是什么 红色的 橙色的 好像很热 是吧 当然了 如果说温度 其实蓝色的温度 是很高的 我们就 看到一件事 就是淑灵生命的深度 是去改变了 我们对神的认识和看法的 初上的时候 开始追求的时候 我们觉得神是烈火 很严厉的 好像旧约 有很多律法的 很多规矩的 但是慢慢慢慢 你的灵性 一路成长 对神的认识 越来越深的时候 你就由律法 去到恩典 去到恩典的时候 你对神的形象 对神的荣光 对神的看法 会变色的 颜色变了 变成蓝色 变成宝石了 我们现在 从温度 再进一步 看到结果 火 火的作用是什么呢 火是用来提炼的 来断烧一些东西 比如 那些兵器 那些铁 那些铁 放在火里面 一盒在火里面 一盒在水里面 一盒在火里面 一盒在水里面 断炼断炼断炼 就这样形成光了 是吧 所以 保湿是怎么出来了呢 就是高温 高压之下 这样就产生了一个结晶 产生了保湿 难保湿 所以灵命的追求 经过火 经过火之下 是有压力 高温 但是有结果 结果出来是保湿 所以属灵生命的追求的历程 你是需要经历一些患难的 需要磨练的 是需要经过火的 但是我们不可以永远停烂火 你要如何进一步去到蓝宝石 发光 为主发光 你看蓝宝石 太阳光照着蓝宝石 蓝宝石发出来的光很漂亮 蓝色的光很亮 所以被长老看到 神的脚下有蓝宝石 很有意思 为何神的脚下呢 就是我们属灵生命的经历 要走到的 要走出来的 当你走到的时候 上帝就借着你走他的路 神的路就在你身上铺了出来 你走到 神的脚就踩在你身上而过 所以我们呢 就成为了神的流通的管子 成为了神的一个出口 都是神成为神在我们身上走的路 所以蓝宝石 上帝今天有很多信徒要成为蓝宝石 是为神发光 发出蓝光 很漂亮的 然后呢 上帝就在蓝宝石上面走走 所以呢 我们呢 成为蓝宝石 所以我们是灵宝活石 在教会 每一个信徒都成为蓝宝石的时候 成为灵宝活石呢 上帝就在我们当初走走 上帝的道就能够走出来的了 这是属于生命的追求 我们要从烈火进入到蓝宝石 好了 那我现在呢 就将这个 长老和百姓在神的荣光之下 做一个对照表了 我们看到呢 神的山 长老就在山上 百姓呢 就在山下 神的乐约呢 长老呢 就同神共参 啊 在山下呢 就呢 百姓呢 就要献祭 是吧 神的荣光呢 长老呢 就看到神的荣光好像蓝宝石 而百姓呢 看到神的荣光好像烈火 神的律法呢 因为长老是看见的 不仅是百姓呢 是在山下听见神的律法的 神的恩怜呢 就是神的手不加害在 在长老的身上 那在山下呢 神的恩怜是什么 用云彩来遮盖神的荣耀 因为 神是烈火嘛 所以用云彩来遮盖 对神的侍奉呢 所以呢 长老是一个侍奉 是一个喜乐的心 而呢 百姓的侍奉呢 是一个敬畏的心 神的教会呢 长老是代表领袖 那百姓呢 代表信徒 所以这样呢 我们呢 就看到一幅很清楚的图画了 我希望我们兄姐妹 大家都能够追求 由这个初信 进入到成熟 由这个信徒 成为门徒 成为师奉神的仆人 教会呢 是没有积极的 只不过呢 在灵命追求的里面 是有层次 有高低 但是一个 灵命比较高的人 一点也不会骄傲 很谦卑 好像摩西那样 很谦卑的 而神的难光 神的光 就是在你身上会发出来的 所以我希望 我们各个都能够追求神 认识神 让我们的灵心有火 但是呢 被人看到了 好像蓝宝石那样 发出 很美丽的颜色 愿上帝赐福给你 我知水彰观浅度 我自祂压着我手 宅室万事的偶然 都是祂计划万有 无我面临的遭遇 不论大笑的难处 我信靠行其私的神 一切交托转 我信靠行其私人 不论贼 那我信靠行其私人 想法治多久 我信靠行其私人 我信靠行其私人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我们网上的主要崇拜 現在是我們家事報告的時侯 首先我們講講執事會在昨天在網上舉行 所商討的事項 第一 安排暑期主日的實體聚會場地 第二 暑期護衛活動安排 第三 中秋節的活動計劃 第二 順暗網團 將會在8月13日星期五晚上8時 在網上舉行查經 提摩特後書第八貨 作上帝家中的貴重器名 經文是提摩特後書2章19-26節 請電影師妹月留時間參加 第三 教會暑期活動 8月14日星期六 會在Kenneth Hunt State Recreation Area 舉行Hiking 請電影師妹 早上9點半在湖邊的停車場 那邊有幾個停車場 請大家去到大湖的 左邊湖邊有個停車場 請大家在閘客 歡迎大英姊妹邀請新朋友來參加 請你和Jenny聯絡 她的電話是 626823-0437 大英姊妹有什麼需要呢 可以打電話給我 我的電話是 323-4219 歸奉獻方面 你可以將支票 寄來教會地址 1108 Highland Avenue Dewarty Jenny聯絡 91010 或者 上這個網站 來查詢網上的奉獻 大英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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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報名 好了 我們今天的報告就到這裡 請願上大致呼給你 好嗎 OK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